為了爸爸和今天最初的時供 金山庫公所在蘇甲賣心 來辦理到清潔郊遊的工廠 經由DIY的過程 親自來接著台敵上的水台球的噴災 完成後到處來照顧 今天到生活美感 也讓這座親自共同創作 快樂時供 透過噴災金來繼續運算下去 蘇甲賣心 為了要讓大人洗澡 做回來爸爸到清潔時供 金山庫公所來舉辦到清潔郊遊的工廠 這段活動特別邀請在金山在地的 上廠花圃房 帶來DIY的活動 要將好處的輔助人 搬著身 做營的水台球 台敵上做完之後 帶回去家來維加行 創作處理文心的氣氛 雖然區公所在今天還有明天 我們舉辦了兩場的親自講座 那我們也邀請到我們 陳冠真老師以及徐一新老師 來為我們親自做一些手作的課程 那透過這些手作 像今天做的是一個植栽 叫泰迪熊 那它是用胡偉蘭的這個植物 來用手作的方式把它完成一個成品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我想最主要是親子之間一個互動 然後在這個做的過程呢 有一個陪伴的過程 那孩子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手接觸了這個植物 那眼睛看到這個植物 我想在心裡面也會有一些思考 那接觸這個大自然的東西 我想對孩子都很有幫助的 透過秋節台敵上大人小孩做會討論 水台球的世界先像貓的臉要換錢 貓的貓要放在哪裡甚至是貓應該有怎樣的表情 大家可以向上來學習 各種的臺體上完成之後 這系列的活動過程也讓親子的更加快 感情大大溫 這個很常見過 這裡呢 如果做的蘭花或是露藻群 那個上海的部分 它就會有些水草水泰 那原本的起動到一份 然後它靠水以後呢 就會變成一個濕潤的狀態 那但是呢 我沒有擔心這個國外的長期 就是很白急的喔 所以等一下呢 我幫大家可以很安心的 可以用手去 也捏出一個圓圓的 好圓圓的可愛的開心熊 那在這炎日夏天 外面新聞很高 那在這個我們這個公主的場所裡面呢 來做一些這個課程 我想對孩子還有對父母親來講 那家長陪伴孩子是一個很快樂的學習過程 那對孩子來講 也可能透過這樣的課程 他學習到一些新的東西 或者是培養出一些新的興趣 我想都是很有幫助的 製作噴災最嚴重的就是 身份真不妨 不過老師說 活的人是真好情 可能因為洗了太好 把噴災放到伴去 透過親主這回來製作完成 金山区公司 希望讓親主可以帶回 某某的新酒店 而且這回來照顧噴災的人 大閒了後 也將親主共同創作的快樂氛圍 經由噴災的重視生活 繼續在親主的理想生活當中 演唱下去 繼續料品和金山報道